第五题将假灯泡110伏特60瓦与以灯泡110伏特40瓦串联接于110伏特的电源上 则加一两灯泡的电功率比为多少 那么我们因为是串联接在110伏特的电源上 所以加一两灯泡都已经不再享受110伏特的电压 但是呢我们学的电器呢都当作遵守欧姆定律 不管电压是多少我们的电阻都为定值 而我们根据我们的电功率公式P等于V平方除以R 因为如果我们都接在110伏特的电压下 那我们的电压就会一样 所以呢我们的电阻呢就等于P分之一 所以它就是跟我们的功率层反比 所以呢我们一个假灯泡是60瓦以灯泡是40瓦 那么他们的电阻比呢就是60分之一跟40分之一的比 也就是我们的比例呢是2比上3 而我如果是串联接在电源上 那我们电流会一样 那根据我们的电功率公式P等于I平方乘以R 那我们的电流是一样 所以我们的功率呢就会跟我们的电阻呢成正比 所以我们电阻比如果是2比3 那我们的功率比呢也是2比3 因此第五题问我们说 夹一两灯泡的电功率比为多少 我们答案选择是B 2比3 我们答案选择是B 2比3